回想起來有什麼感觸或回憶嗎 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 從那個時候從日泉石開始 到現在為止的這一大段時間 好像都是要一直趕快叫我自己意識到說 跟以前會不一樣的 然後要把握每一次的機會去感受那個不一樣 然後讓自己有些心理上的建設 對 在去年那個時候 現在回頭看好像又是上輩子的事情了 對不對 恍如隔世的Fill又出現了 但是那個時候的表現全部收入 而且徐佳穎最好玩的大家知道他就是很自然 我聽完這個雙CV之後 裡面有一些地方真的很逼真 比如說遇見那首歌 其實你是唱錯了 當時 沒有嗎 你是重來啊 當時你在CD裡面有喊重來 有喔 沒有嗎 你是徐佳穎嗎 還是李子祥 記憶力這麼差 千萬不要寫在那個 已經直播出去了 所以這個演唱會雙CV 該收入都收入 有沒有讓你很難忘的 像啦啦隊那首歌你在跟大家互動 對不對 感覺有點喘喔那個時候 對 其實那時候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第一次上小巨蛋 我一定要跳一個舞 是 挑戰自己啊應該啊 大家買掉來啊 對啊 就是我那時候是告訴自己說 我要把它當作 或是只是演唱會 要有一個秀的感覺 明白 就是一小段也好 是 這樣才會讓歌迷覺得 真的不一樣喔 對 結果很喘 因為我那時候有健身 有心去健身 放心 也真的很喘 了解齁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裡面聽到 真實的 當時的小巨蛋的聲音 沒有在經過錄音室 再把它調整或剪掉 全部收錄 當然現在的徐佳穎 也還在進行日群時的tour 對不對 上週母親節香港 演出順利 恭喜恭喜 妳會講廣東話嗎 我 妳有當時有跟大家say hello嗎 有 有 我會講 那個問好的 說說看 大家好 我們在全家裡 就這樣 就這樣 你就騙票房滿座 就多講幾句 我有練那個 歌 哪一首 那個 下一站天后還有十七啊 那個阿沙的那個 下一站天后 對 可以唱兩句讓我們聽聽看 你的粵語功力嗎 好 一個禮拜就忘了對不對 對 只是有天海的唱 誰有勇唱 他不可到現場 人言風似爆了一場 對愛的真陽春 幾痛 就到這裡 好 謝謝 因為我的極限就到這裡 對不對 好 這個徐佳穎就是這麼的自然可愛 但是真的永遠忘記 你記不記得當年 哭在記者會舞台上的那個畫面 我記得大概是哭在左下角這個位置 嗯 哭超似的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 而且隔天就是 內褲被拍到 來講 來 現在是算帳的時候 你說來講 不是 你還真的講出來 開玩笑的 你真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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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要去 去花呢 謝謝大家報導 對 拍什麼都無所謂 沒關係 OK 好 接下來要恭喜你了 好 徐佳穎這麼努力 這麼辛苦 日益季夜 奔波 打造出我們 華語歌壇的新天候的位置 唱片公司要好好犒賞你 有個禮物 聽說你想放假 嗯 想去人島 對 想去冰島 冰島 怎麼我們送是這裡島 好啦 送你一張台北冰島 來回計票 來 給徐佳穎 來 味道一下 到中間來 好 謝謝 我們讓LALA拿著她的禮物 來拍照一下 這麼辛苦的徐佳穎 在這幾個月裡面 讓我們看到她 非常堅毅 但是依舊呢 非常專業的一面 在她的歌壇生涯當中 寫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 同時也請大家支持我們今天 正式發行的日全時 演唱會 雙CB 包括大家熟悉的 徐仁騎士啊 失落上舟啊 辛批北貝啊 還有LALA隊 郭安小姐等等 裡面有舞曲 也有情歌 全部收錄啊 那麼甚至還有這個 來雙公寧 非常可愛的改編 最重要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徐佳穎的美麗 在這麼多年來 短短的七年之間 她能用自己的實力 唱作的功力 可以寫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 也能夠詮釋林俊傑 詮釋其他優秀歌手的作品 徐佳穎真的非常厲害 走到這個位置當之舞會 恭喜 好 來來來 要去冰島啊 為什麼特別想去冰島啊 這麼多的地方 這好遠喔 你為什麼特別跟唱歌公司說 你想要去冰島玩耍 因為 Ice Ice Baby Vanilla Ice的歌 不是啦 就是因為最近 冰島很流行啊 就是是一個很流行的去的地方 而且我看到很多朋友去拍完照片 都覺得是一個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羨慕對不對 對啊 很多歌手都覺得你拍MV啊 拍後面啊 對不對 你這個封面在哪拍的 那小巨蛋拍的 你看看 就在後台拍的 對 人家是到冰島拍 封信一定可以去冰島的 往後玩耍一下 放鬆一下 好 你以為就這樣嗎 怎麼可能 你這麼辛苦 公司現在把你當正正 這樣會有什麼經濟嗎 沒有錯 其實林子下來 來了 哈哈 沒有他們已經走了 決定 剛剛聽到你講他他就回去了 來各位 這是另外一個驚喜 是拉拉不知道的 拉拉 在奔破的過程裡面 我想最想念的一定還是家人 還是 你身邊所有的東西 在 露營對不對 遙遠的地方 心裡還是惦記著 台灣的粉絲啊 台灣的媒體啊 台灣的Family 好 還有什麼 你最惦記的還有什麼 家人啊 對 還有呢 愛人 哎 唉 唉 有 沒有影響嗎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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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而已喔 這樣而已 我看 這樣的而已喔 還有啊 結束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你怎麼會變 你這樣真的很會變 有點奇怪 這個是我們 大家都認為你非常會惦記的 到底是什麼 而且重點是 用麥克風 用我是我的地堡嗎 對 你看看 家人 愛人 大不了就陪著你去錄影 但是只有這個是上不了 無法跟你到處飛的 他不可能在這裡面堡 你的狗狗地堡對不對 不是 我們是給你一個房子 假裝是地堡的感覺 不錯 地堡 打開啦 裡面有禮物 來 我們要送給LALA一個隨身可以帶在身上 陪著她到全世界的舞台的禮物 跟地堡有關 請你自己打開 好 3 2 1 好 自己拿次來 地堡的3D抱枕啊 好可愛喔 耶 當你想她的時候 你不可能帶著她到處飛嘛 可是你可以帶著這個抱枕 放在你的行李箱裡面 陪著你上舞台 在各地的巡演 來 跟她拍照一下 好 這個房子 喜歡嗎 來 好 LALA是非常有赤子之心的 請大家繼續的給她加油 帶著她的地堡 好 她還要繼續的進行日全食的各地巡迴 包括北京 上海 深圳 徐嘉宇來啦 都是票房長紅 而且銷售一空的場次 恭喜LALA 好 好 不要換好姿勢抱啊 好 謝謝 好可愛的畫面 真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再來一下 右邊 好 再來一下 好 中間 好 來 左邊一點 謝謝 好的 來 喜歡嗎 這個禮物 喜歡喔 來來來 用換個風 會會很像狗狗對不對 狗狗不在這個身邊 怎樣 不像嗎 像啊 這種奇妙 奇妙是什麼 觸感不一樣 廢話 要觸感一樣嗎 觸感不一樣 沒錯 觸感不同 觸感如果一樣就叫標本好不好 哈哈 你覺得我們送一個標本適合嗎 對 還是這個可愛好不好 這也是可以戴著手 對 在飛機上是可以靠著她睡覺 好 希望妳家也有感受到唱片公司 對妳的疼愛和用心 最重要是大概一路陪著妳走到今天 最後來 妳有沒有什麼話 謝謝各位媒體大哥大姐 謝謝各位媒體大哥大姐 我們真的好久不見 其實我一想到今天可以這樣子見面還蠻開心的 就是 就是 是覺得 跟你們真的很比較熟 然後 很自在喔 嗯 就是 很自在 很開心看你們 然後 很謝謝你們的那個 一路上的 關注和幫助 那 嗯 祝大家 祝大家 祝大家什麼 祝大家 祝大家 我們都會永遠的支持她 因為她就是這麼的天然 這麼多年來 在這個演藝圈 她有她自己的節奏 現在也在我首歌手四的舞台上 唱出了許多不同歌曲的風貌 這就是徐佳寧的實力 請大家支持 日群時 演唱會 現場實錄 雙CD 同時還附贈她的一首歌曲的demo單曲 送給所有其他粉絲做紀念 請大家多多的幫我們宣傳一下 祝大家多多的幫我們宣傳一下 祝我們接下來 各個城市的行程 從這個順利圓滿 好 多換幾個post囉 你們覺得今天像時尚model 今天衣服很好看 好 還有剛剛講甩腳腰帶 好 甩腳冠軍 來 謝謝 漂亮耶 左邊 左邊 你看這個氣場就是不一樣 好 還有她的氣場 好 謝謝 來 照顧一下 還有哪一邊 好 可以嗎 好 謝謝 來 最後來個後空翻 送給大家 好啦 可以了啦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來 請到主台中間來 謝謝 我有夠了 您掃orn prot面 economic